比赛开始了 场上身穿蓝白剑桥衫的山庄永昌队 有比赛的场地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场上身穿橘色球衣的北京人和从左往右攻 不过放肆小媳妇就说啊 去年中场场均基本256 今年踢中甲也有个145 是这样 这在中甲还是比较高的 当年中超的育童体育中心也是魔鬼主场 但是256 这是去年 前年的有段时间几乎就是爆满 只说到现在为止 双方控球率的掌握还是不错 但是对于球门的威胁还没有那么大 看马西卡这一脚 过到了湖顶 这脚还是不错的 很遗憾 打偏了 罗藩克提出了阿德里亚特态度 有点孤独积极 这是球员的这种特点 可能对进攻上的帮助比较大 防守上很难太指望他防守 所以这就有些球员来说 包括深圳武汉 看这个天的定位就是阿越维 应该还是一卧吧 左脚 稍微一点远 一卧在原来建业 无论是建业还是任何有过这种远距离 阿越维 不错 这边球门的上角 但是由于距离太远 速度没那么快 把小蕾移动快速移动过去 把球拖出了横梁 这期盖可能风不小 可能对这个球路的判断也有点变化 一点被伦家前点挡了回来 这球往横过来要对方 要假摔 许波 许波跟 跟汪强俩人 这两个老将也互相招过一下 相视一笑 什么都不说 就是你动我我懂你 哦 这个球 裁判手下留情了 汪强连争都没争这球 投入比较高的 非常好打中路 这球破啊 没有能够扑到 满小蕾 好 我们在许波补到了门前 把球破坏 非常关键的位置 如果这个球许波不在那个位置的话 对于人和插上的球员 就是一个空门的机会 看这个球自己人抢到一起 看我们看到木轮加这球护球 两个人都没有铲下来 他们给了有力的手势 往中间走 找澳大利亚诺 选球 二打二的机会 我们在这打门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打了近角 张力手段还是比较的稳的 这个 Joni Nelu说啊 上队的比赛 应该是 前一轮 阿优斯这个点 稍微有点低 再推到前边 这个船中的机会 阿德里亚诺 阿优斯 扑到进去内 内切能不能左脚打门 稍微高出一点衡量 插了 这个 球门上侧的网 内切 内切一直走 还是挺有威胁的 快速突击 松开这球能拿好 最后的时间 中间三个点 人和他后卫回不来了 但这个球一脚 传球把前面的努力 全部丧失了 这场比赛就基本成这样了 其实很好的 四打三的机会 没有能够成功 这裁判球已经不就在给人和一个进攻的机会了 就让主裁判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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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